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法研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会讲一下孕婦的胃却热 胃却热有些人叫做火烧心,胃酸倒流 那袁医生,胃酸倒流是否胃酸过多呢? 还是婴儿子顶着她的食道,所以令她有这样的不适呢? 为什么孕婦的期间会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很明显,婴儿在肚子顶着胃,令到胃液走到食道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通常有些人的感觉,胃口很强热 是的 原因也是因为胃液倒流,谷了上去 有时去到喉咙,有些人去到口方,觉得酸酸 好,遇到这些问题,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最简单是先喝水 喝大量的水,喝杯干净的水 把胃酸倒流入胃中 还有就是吃那个,我以前经常说的就是那个木瓜 吃多些木瓜或者木瓜汁都会帮助我们消化 也会养胃的 还有就是吃东西方面,小食多餐 就是不要一天吃三大餐,你经常觉得胃很胀 所以最好就可以食物食小一点 还有咀嚼得多一点,将食物完整地消化 还有口水是简性的 如果食物咀嚼得多一点,口水多一点 会简化我们的食道 好了,有些什么食物我们要禁忌呢? 通常大家都知道,可能自己也有自己一种经验 吃太多煎炸的油腻东西,香味重的东西 或者那些很浓的汁这方面 有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个食物 那左一个食物,我们应该避免就是薄荷 薄荷,薄荷叶,薄荷糖 因为很多时候它会加强我们那个胃酸液的问题 还有就是吃东西和睡觉 就是时间拖久一点 不要一吃饱,就要去睡床 很多时候,你的胃,就是躺下的时候 胃就容易向上流 通常就相间你吃多东西之后 最后那一餐和晚上睡觉 是隔久一点,就是早点吃 不要临睡才吃东西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考虑 会不会有食物敏感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要自己去留心 就是如果你发现 咦,我吃了某种食物 产生这些症状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食物敏感的 那有什么天然的厨房 可以处理到胃酸倒流的问题呢? 是的,那我们那个自然的医疗里面的 处方方法呢 第一,我们就用那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甘草,甘草 甘草是和中的 那甘草呢,现在很多已经是有那些 是那个 那个 那个粒装的,那些粉装的 那也有些是那些软装的 那不要紧要啦 你总之视乎你那个 找到哪一种的形式都可以的 那当然了,甘草吃得多呢 有时候呢,对血压都会有影响的 那所以如果那些血压特别高的人呢 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不要呢 令到你的血压因此而增高的 那 随之之后,同样的疗剂 那同样的疗剂呢 首选就是一个马前子 那马前子通常就是吃了一些 因为吃了一些煎炸烈毒的东西 一些辣烈的东西 还有因为压力之下 趕着吃东西 就出现这种这样的问题 那马前子是比较上是很好用的 是文明人的压力的生活之下呢 是马前子是很帮得手的 那还有呢,就是slippery elm 我们鱼 鱼是一种的 通常呢,你可以买那些 slippery elm 通常是capsule的 是 是,才能买得到的 这个草药呢,可以减低 就是舒缓我们 吃到那些 那个表皮的发炎症 还有那个胃啊 那个表皮的那些炎症 可以减低去舒缓它 就是slippery elm 那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marshmallow marshmallow roots 那其实是一种草药来的 那这种是一种草药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叫做 那个棉花糖 对吧,你听见吗? 其实这个不是棉花糖 是一种植物来的 那通常呢,我们植物会怎么叫的? 叫什么名字? 药熟葵根 对了,药熟葵根 那通常我们都这样记住棉花糖 那这个药熟葵根呢 都可以帮我们舒缓 是简单我们食度 以及胃壁的炎症状态 好了,那还有一个工具呢 我们可以用呢 就是吃那个什么呢 是消化酵素 多方面的消化酵素 那好的,消化酵素呢 会帮助你消化 消化那个淀粉质 消化那个蛋白质 以及消化脂肪的 就是多方面的蛋白质 那我们在六创二呢 一直都有一个叫做 Digest Sine 或者Gastro Sine 腸胃酵素呢 很多病人都懂得自己 实质采用的了 好了,那最重要呢 就是那个益菌 和大家以前都分享过很多次 其实我们的腸的益菌 是过千多种的 我们的身体那个 腸的那个环境呢 是视乎我们有些什么好的 就是友善的益菌 友善的细菌 其实是益菌来的 这个是要加回加强下去的 那最后呢就是钙 我们发现钙是会帮我们 舒缓我们那个胃的 那我们可以吃回一些钙 但是钙呢通常呢 就跟尾呢就会配搭的 嗯 就是两份对一份 譬如钙用500mg呢 那尾呢就用回250mg 那现在市面很多 都有这些工具 尾发现呢是可以 减低我们的肌肉 就是我们那个 筋的肌肉 收紧的肌肉 食度和胃呢 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整体来说呢 我都很强调了 我们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绿庄与健康店呢 都用一个巴尼Green 就是其实我们叫做 Super Green Food 是很多的 比如它有螺旋组啦 有个绿草绿粉啦 其实它有其他很多 十几种的 就是那个 保抑性的 一些保气的中药 那这样混合下去的 那通常呢 这些的 我们叫做 Super Green Food 是超级的绿色的 那个补充剂呢 是会中和我们的那个酸度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们公司有的 Barley Green 那可以来的葱来喝 那还有呢就是那个 那个Camomile了 Camomile了 Camomile Tea 羊金菊茶 是的 那个羊金菊茶了 那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消化 那通常是葱茶啦 一喝一两杯 那都可以的了 嗯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不要忘记呢 是最厉害的工具是什么呢 酮类疗剂 是的 酮类疗剂 那当然呢 酮类疗剂呢 都要适当地去选择用的 那就是不是呢 一两只的 其实都很多只的 那但是都要看乎你的症状啦 那跟大家介绍了 那跟大家介绍了几只 好啊 非常之好好的 用的同外疗化疗剂啦 那第一只呢 是 Synicum Album Synicum Album Synicum Album 呢 是什么来的呢 是新 就是我们俗称叫生艾 那其实你知道呢 同外疗化的疗剂呢 是经过无数 就是几亿亿分之几的稀释呢 所以呢 什么本身的物真呢 其实都没有的了 是只不过是一种能量而已 Synicum Album 那通常是用在什么情况呢 通常呢 那病人呢 是感觉呢 那个胃呢 是一种食道 和那个胃呢 成了一种很热的感觉 的 很热的 那他通常呢 就要喝一些奶啊 或者呢 是叹一下叹一下 小小带一些暖水 就是他不想大胆的 是叹一下 叹一下暖水 那他或者要坐起身的 那这个通常这个 新型的人呢 通常是很不安啊 情绪很不安啊 很紧张的人 那这个就是新疗剂的应用的地方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植物碳 Carbovetch 那通常呢 那人呢 是需要Carbovetch的人呢 他发现那些食物呢 他的消化是很缓慢的 那 那 常常有很多气的 方胚啊 弱气啊 那整个上腹呢 前腹呢 高厚啊 是会 会 预量的 那 通常这些人呢 都是比较上呢 是青白一点 那些人呢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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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冰冻的人的 那些人呢 那 那些人呢 那呢 雖然呢 那他自身体的气很寒冷 那些人呢 那他就很需要呢 利用一些特殊的空气啊 还有食饮凉的饮品 这个就是木炭的阵营 还有就是石虫营 石虫营通常有很多胃气和腹脏 有时候都是因为焦虑或者缺乏自信心的人 他特别会焦虑 这些人通常不喜欢穿紧身的衣服 还有是饮中饮暖水的 还有石虫营的人很多时候 口常有一种酸酸的味道 还有症状通常在下午4点到8点 症状会特别觉得是差一点的 好了 还有一个疗剂是Natrum Carbonicum Natrum Carbonicum是什么呢? 是一个炭酸钠 是Sodium Carbonic 炭酸钠 Natrum Carbonicum 好了 炭酸钠通常的人 是有一个特别的食物 他是不能吃的 尤其是他发现消化的问题 如果喝奶就会很差 即是他不能喝奶 那这个是一个炭酸钠的症状 很重要的症状来的 好了 跟着马前子 同时大家都发现 以前都不断地提及这个 马前子是用在一个很好的食道的刺激之后的问题 比如有时候喝酒过多 吃过新辣的食物太多 很大压力 那他导致这些人在压力之下 会很敏震 又会发动 对一些声音 那个光是特别敏感的 那还有呢 马前子的人很多时候 都是有便秘 即是消化不了 有便秘的问题 好了 那这个就是Natrum Carbonicum 那还有什么 其他的疗剂呢? 就是那个白头翁 Pousatella 那跟大家都说过 白头翁的人呢 是不喜欢吃肥腻的 那还有呢 他人很怕烤的 如果是温暖的房间 他会觉得很辛苦的 就是要打开窗 拿多些新鲜空气 那这些白头翁的人呢 很多时候小孩 女性比较多些 那通常就很容易哭 很多时候有些什么不舒服 不开心呢 经常有人陪他 要想安慰他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女性是很多时候有用的 那我最近也有一个病人 那也有一个年轻的女士 那她的问题呢 就是那个肌痛 她每一 就是由她有肌疾开始来 每次都痛得很厉害 那我拿到她的资料呢 發現呢 她原来是那个白头翁型的女孩 那我用了这个疗剂 那一个月之后我复诊呢 她就好了成七成了 那你想想一下这个问题 她是从小到大 都没好过的 那一个这样的简单的白头翁呢 就帮了她七成了 我相信呢 会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好下去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轮型的人呢 那轮型的人呢 那轮型的人呢 都是呢 是会有那个 那个 围灼烈啦 那但是轮型的人呢 是喜欢喝冻水的 那他喝了冻水呢 那他喝了冻水呢 就会舒服的 那但是有时候 那些冻水呢 入了胃呢 暖了之后呢 他就觉得不舒服了 那想作嘔一下 那轮型的人呢 比较高高瘦瘦啦 那他很 即是很 我怎么说呢 是很敏锐的 很容易感觉到人家那种 那种感觉的 那种感觉的 很敏感的 那就 那么 这个就是 轮型的情况 那有一个最后呢 就是那个 硫黄型的了 硫黄型的了 硫黄型的 除了也有个违 HELYA fig 有气 还有很有how 那個 黄型的 darf 他还 retailers 致上一課 你还 congress 有什么 同样的 人呢 是硫黄型的 那个 所以它本身很热,喜欢吃冰冻的食物,才可以帮助舒缓 这些都是这样的溶度 还有一个简单的,一般可以做到 就是平时吃了食物之后,不要常常躺下腰,躺下,躺平 或者吃了食物没多久,做很多伸展的活动 可能会令那些情况更加会出现问题 这就是我们处理人妇的胃着热或火烧心的自然方法 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25773798 可爱的听众也可以用Skype和iPhone FaceTime 和袁医生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如果想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网址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